大家好,我是演員李斌 17歲那年我演了人生的第一部戲 17歲的《單車》 好,你個小子 幹什麼打我你 學會偷東西了你 我沒偷 那年我拿到了柏林電影節的最佳新人獎 有人說我天生就是演戲的這塊料 四年之後我拍攝了電影《青紅》 在嘎大電影節獲得了最佳男演員的提名 2008年我主演的電影劇《磨合手機》 我一夜之間變成了流氧 今年我37歲了 上街出門也不用戴口罩 因為沒有人認識我 作為非科畔出身的我 表演對於我來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我求求你了 扛不住了 今天就帶著這場誤會 找到屬於我自己的位置 我是演員李斌 我已就位